诶 到底是要讲华语还是要讲英语 Anyway I trust that there's a spontaneous like interpretation whatever language that I speak So 很高兴能够来这边 然后今天呢 待会儿我会介绍我们几位讲者 那每一位讲者呢 大概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 跟我们分享他们在 co-creation 在共创上面的一些贡献 那刚才呢 有一些对话跟这些讲者们 有些的工作我已经很熟悉了 有些今天才认识 但是其实我在这边觉得说 青年参与这四个字 其实是蛮重要的 就是说每一位这个讲者呢 他接下来所要跟各位分享的 这个共创的文化 都是intergenerational 也就是说 他一部分的是让我们这些新的时代 这种所谓的digital native 彼此之间 by default 就互相信任的这样子一个文化 变成是一个社群 他能够往各个不同意料不到的 这个方向生长的这样一种活力 但是二方面呢 他也结合了 可能是40岁或以上的这个generation 相当多的这个工作的经验 然后以及就是相当好的 社会上面的连结跟资源等等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co-creation的重点是 在就是不要排除 不是在任何一个时代之间 彼此对立啊 彼此排除这样的情况 才能够来处理 然后呢 这边呢 竟然已经有人开始问问题了 好 OK 那这边呢 这个slido.com 大家如果有手机的话 就是可以用手机上面的浏览器 据说爱台湾现在还是可以通的 连到slido.com 然后输入今天的日期813 那这个界面呢 它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匿名的 或像这位朋友 具名的来提出问题 那提出问题呢 不一定是对我啦 那也包含这个 对于在台上的任何一位讲者 在他们正在讲的时候呢 就可以提出您的问题 那我们会在最后呢 就是做一次综合的Q&A 你对任何一位讲者提出的问题 我也会问一下其他的讲者 有什么意见这样子 然后呢 那我想我就先一次介绍一下 接下来的各位讲者 第一位呢 是我们HABA 是LUS这个计划的 可以站起来跟大家打个声招呼吗 对 那HABA它其实 这个是非常的资深的一位hacker 然后有很多这个 在不管是embedded system 或者是在空气污染的侦测 或者是甚至是开源农业 在各个方面 就是凡是能够解决在地问题 然后应用这个软硬体结合的方式 然后结合社群解决问题 有非常多的经验 那待会他会先跟我们分享 然后在HABA之后呢 是好办设计的配器 那我们刚才在讨论就是说 好办其实它一直是在做一个类似媒合的这个角色 可是这个媒合不是只是在线下的一个空间 也不是只是在线上的讨论区 或其他的这样子的沟通的方式 而是具体的能够把各种各样子 不同的social purpose 不同的社会使命的人 把他们之间 彼此之间能够找到怎么样互相合作 或者协作的这种方式找出来 那这接下来是佩奇会跟我们分享 然后接下来是Fantasy的贯程 那贯程也会跟我们分享 就是Fantasy的微创文化 是怎么样子去让各个不同的想要返乡 有点像是猴鸟这样子的年轻的工作者们 能够不但结合在地的议题 然后也可以在好比想说台中这样子的地方 串联成为一个聚落 然后更进一步的去透过跟学校啊 跟在地的这样子的方式来结合 并且共享很多的这个branding 或者一些文化资源 好那接下来是自由人艺术公寓的棕林 那棕林呢是非常的有创意的 就是不只是从线上的一开始 一个工作的一个资料库 然后到甚至大家一起住 一起创作 一起有一个像艺术村这样的一个空间 去发展出艺术各种各样 非常不同的想象力来 好那我没有想要这个占用太多的时间 我想就是我们就直接进入哈巴的这个演讲 然后再次提醒大家就是说 在过程当中任何问题 不管是问哈巴的 或者接下来想要问所有讲者的 都可以直接在slido上面提出 那我们在最后的Q&A的时间 会用赞的数量最高的问题 依序开始处理 所以如果你看到有谁问一个问题 也是你想问的 那这样你就直接按赞就好了 好那就先这样子 好谢谢 好谢谢 好 大家好 我是阿爸 我今天講的是Lars 2017的現狀與展望 我是Lars的Founder 就是基本上是Lars創辦的 後面會講 基本上這一個 這個slide是我們在大概兩個禮拜前 Lars有第二屆的年會在新竹郊大有舉辦 然後那個時候會議來了大概150個人 然後我們有run了18個talker 然後也有國際的seminar 那是一個蠻盛大的年會 基本上在那個時候我講的是Lars的 雖然是講現狀跟展望 其實我那個時候講的是展望 那今天在這裡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Lars是什麼跟Lars的現狀 在開始之前通常我會稍微帶一下 因為我們是做微型感測的 那這裡就是我們社群做的一個微型感測器 那這個感測器呢 它這一台 那這一台它本身可以感測溫度 濕度跟二氧化碳跟PN2.5 因為大家可能遠看不到 我就稍微念一下數字 那現在這裡的 現在這裡的溫度是22.4 那濕度是74 這個大家其實還好 那這裡的PN2.5是7 表示這裡空氣很好 那空氣很好的原因是 因為這裡有中央空調 這樣中央空調它會濾 它會過濾 所以基本上它空氣很好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 越是空氣不好 越要去上班的概念 就是當空氣不好的時候 尤其紙報或者是冬天空氣不好的時候 你要躲在公司裡面 公司裡面因為有開空調 所以它的空氣是很好的 就是一種空氣不好 要去上班的概念 那這裡的二氧化碳現在是640幾 表示這裡的二氧化碳 其實的濃度相當好 表示這裡的空調 它有做外氣的循環 那其實等一下表示大家應該不會睡覺 那如果等一下會睡覺的話 就是我講不好 大概是這樣 這只是一個微型感測 讓大家知道一下說 這是我們社群自己的作品 那實際上這個東西 你自己也可以買得到 它自己也可以放在自己旁邊 那可以稍微帶一下 是說像這種微型感測 在幾年前其實是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它現在就是這麼方便 那好 那這只是題外話 那我講一下LARS是什麼 它是一個社群 簡單講它是一個臉書的社團 它根本也不是一個什麼 什麼組織基金會 什麼公司其實都不是 它只是以目前來講 它運作到現在兩年 它是一個社團 它做的所有東西呢 都是 它叫做Location Aware Sense System 它是一個跟環境 跟位置感測有關的一個系統 它的名字是這樣 那它做所有東西呢 都是用我們叫Open Hardware Open Hardware的意思就是說 廠商所有的廠商 它可以自己製造的 Open Source就是說 它裡面的韌體的原始碼是開放的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拿到也改得動 那它比較特別的是說 它所有感測出來的資料呢 它也是開放的 開放的意思就是 它你的資料 你可以就是直接拿得到 所以LARS現在在全台 有大概兩千多台的PN2.5感測器 如果大家有聽過的話 其實你手機APP或者網站 你都可以看到跟你附近非常接近的 PN2.5的感測值 原因它你可以看到它 就是因為它資料是開放的 我們沒有收錢 或者所以很多人可以做應用 那它資料是開放的 那它資料開放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因為所有做物聯網 所有做物聯網的公司 跟所有做物聯網在想的東西呢 硬體都不太賺錢 他們最後都是要你的資料 所以它可以硬體很便宜的賣你 最後但是資料都是會藏起來 不管它講得多開放或者怎麼樣 它基本上都是不開放的 這是我一開始有介紹 我在工業界做了20年 那其實我們在做 我們做晶片的 所以對這個產業還相當的了解 那基本上資料它是不會開放 因為資料是金母機 但是呢在LAS裡面 它一開始開中名義 它的vision 這是它的vision 它的資料是開放的 好 那我們關心跟位置有關的東西 所以後來它就形成環境感測 因為跟位置有關的東西 一般來講就跟環境有關 打廣告就是其實LAS很有名 那vision呢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希望感測器 要在地圖上看得到 感測的值要在地圖上 第一個Map Map 你在地圖上是要看到感測值的 然後所有東西都要改得動 你硬體要改得動 任體要改得動 所有東西都要改得動 我們指的改得動就是說 你必須就是 你要能自己做一台 那你自己要能夠換 而不是說你一定要換 而是你如果有心想做這件事 你要做得到 在傳統商業裡面呢 這些東西 你可以買一個產品 但是你改不動的 好不好 你iPhone拿來 你有辦法改動它嗎 沒有辦法 但是我們的精神 它是可以改得動 好 好 那在地圖上可以改得動 最重要呢 它的精神是 所有的資料是大家的 基本上所有的東西都是大家的 所以它會是 因為它的這個vision呢 造成它一定是公益的 因為東西都是大家的 所以大家都有利 所以它是公益的 好 那這個基本上 這是它的vision 這個vision 從Lars一開始 我開始 這一台 這一台是我在一開始 兩年前一開始 那一台就是 從頭到尾就是我自己做的 我大概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做那一台 那做完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 出來Permote的時候 我基本上就定了這個vision 兩年前 這張是這樣 它現在還是這樣 很好齁 遲來兩年不用改 對 它的vision就是這樣 它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 它不會因為說 一開始很小 所以我們就定一個很漂亮的vision 對不對 拐大家來參與 然後等到它很大的時候 就東Q一點 西Q一點 沒有沒有 它從頭到尾都是這樣 好 那 說Lars是一個臉書社群 它其實 對 它就是一個臉書社群 但是它有很多夥伴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這裡有很多 就是研究機構的夥伴 然後有國際組織的夥伴 然後有很多 這個我們是搞Maker的 就是做製造者運動的 所以我們有很多這種 就是做Maker的夥伴 那有一些是公司 慢慢你就會了解說 你這個東西要買賣 總是要跟錢有關係 所以我們有一些是 跟錢有關係的夥伴 下面這些都是公司 商業的公司 這個是Lars的community 所以其實它好朋友很多 因為開放嘛 開放就是大家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來 就是有一些幫 就是可以取得幫助 所以它好朋友很多 那Lars最有名的 叫Airbox的這個project 就是PN2.5的project 那這個東西在 它基本上是產學研 基本上整個的合作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政府的 這個是研究單位 這個是國際的單位 這個就是我們的Lars 這個是公司 它是產學研整體合作的 一個Airbox的project 就是大家現在在APP 或者在網站上看到 什麼2500台的PN2.5感測器 基本上就是這個project在跑的 那它depointing在台灣就是 基本上就是 一開始就是殉州 殉州這家公司 它反正在這個結構下 它開始贊助給台北市政府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在台北市政府贊助了100多台 反正然後它就一個都一個都慢慢的贊助 它就用贊助的 因為在那個時候 或者甚至到這個時候 你想要照政府開一個這樣的標案 其實是非常的困難的 因為它是一個很新的東西 而且基本上甚至有一些政府的組織 會覺得你是來找我查的 所以其實是很困難的 它是藉由贊助這種方式來突破這件事情 那再花了大概一年的時間 我們把六都全部都佈建好了 也就是說你在六都裡面 每一個都 每一都裡面大概 你都會大概有將近200台 那大概每隔兩公里就會有一台 那你就可以 就是說 這台當然很好 你可以感測到就是現在 對不對 但是你不希望你天天帶著這一台走 那你希望說你到了哪一個地方 你希望知道在地的 那在六都裡面 大概每兩公里的範圍內 你大概都會 都可以看到你附近的感測子 這就是這個的部件 所以現在那子的狀態大概在2500台 那現在它其實因為 因為很簡單嘛 你這台跑到國外去開店起來 網路連上去 它就一樣又冒出一台 所以你很容易就佔領了30個國家 那其實想起來30個國家 就好像很厲害喔 已經國際化30個國家 沒有啦 就不小心放了一台 就交一台 在美國一台也是一台 對不對 一台就佔領了美國 對不對 所以講起來很好聽 30個國家就是 這是有點 這是行銷手段 那那子人家會說 你資料準不準 因為那子有眾願院當夥伴 所以他們 就是畢竟是學研界的單位 他很在意他東西準不準 所以他們其實做了很多很多 就是跟很貴的機器做這種correlation 做這種data 基本上簡單的來講就是它是準的 但是呢 以我這裡要講的是說 所謂的做感測來講 準不準就是拿錢來換的 你要很準你就花很多錢 你只要稍微不準 就不要花那麼多錢 但是它這個叫微型感測 這個就是小小一台 那不能很貴的 因為每一個人 你要試圖要讓每一個人買得起 那子在台灣佈見這麼多 是因為有些人他就像自主 他就去買來 台中就有專案 他就是靠民間大家自己出錢 就佈了100台 所以其實它不能太貴 也就是說呢 簡單講它在技術 我們做技術的嘛 它的邏輯就是你感測器不能太準 太準就太貴 你就做不出那個價格 它有這種結構問題 所以呢 我們會說它夠準 但是我們不會說它很準 因為很準要拿錢換的 那在這個結構 因為環境感測它 它希望就是說 大面積度很多的點 它是靠大數據 它是靠量來取勝 去萃取出它的資訊 所以它必須要很多的量 所以它一定要稍微便宜 所以我們會說它足夠準 但是我們不會Claim說它很準 所以它人家就是永遠會說 我們東西不夠準 我就只好摸摸鼻子對 我就是不夠準 對 對 那我就是會跟他說 你就是不夠 你就是不夠即時啊 你就是不夠在地啊 反正要解決問題 你找對的問題去解決 不要一直糾結在一些不對的問題 它是自己 我們做工程的比較務實啊 就是這些政治我也不懂 那它在發展的兩年過程裡面 我們做了很多東西 比方說你可以看到它的chart 兩個的比較啊 這種資料很多 那做這種視覺化就是 每一台管多大啊 然後趨勢力範圍啊 這很多這種資料視覺化 所以其實我們 我們不只是感測器 我們是有系統的 這個系統是你上網頁就會拿到 那這些系統在全世界 其實都很先進 你可以去看 後面再講 那這個是因為PDF 所以它不會 它會動的 就是它這是趨勢哪邊 哪邊汙染 它這時間會slide一直跑 那它你會看到一個汙染 船的移動的過程 那 然後後來就 因為這是社群 大家都主動貢獻 然後越做越多 越做越強 還有幾分鐘 那個 所以這是後來的系統 那這個系統更強大 它可以從整個台灣的廣域 它可以看整個時間 你每一天哪邊是好 哪邊不好 五月好 到前面幾月 這個時候是空汙季嘛 它後來比較好 那往後看 這個是 這個是以天為單位的 這個是當天哪一點在台北 就是北部中部南部的時間 哪個時間比較好 你可以看光一個這樣的系統 我不知道我做系統的很簡單 你去環保署看 環保署的系統是長這樣子嗎 不是 那這個系統是不是比較厲害 對 這叫進步 好不好 這叫進步 不要講那麼多廢話 這叫進步 那 所有東西都是開放資料 今天不知道為什麼站在這裡 但是應該就是跟這個開放有關係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這有點屁比較多 就是說 講到它很強大的時候 我再來講這一段 開放的資料所有東西都有 我們有很多資料你可以進去看 很厲害的是開放資料 但其實也沒什麼用 就是不知道 就是明明鑽石 明明金礦在這裡 但是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就反應不過 那很多很多設備啊 這裡有很多很多設備 就是有很可以自己做的 這是中原院做的 這是我第一台做的 這個是廠商做的 廠商做的當然就殼有漂亮 然後會防水有沒有 然後你手機APP就這樣 自己做的呢 就是自己要在那邊就是裝來裝去 然後一下又壞掉了 對這就 它有各種各式各樣的版本 因為它開放嘛 有些版本是你都可以改 有些版本就是工 就是企業的 所以你改不動 這有很多型號感測不同的東西 這個是年會的進展 就是從中樣子嘛 然後一個很大的捲打 然後跑得很順的樣子 更重要是它很可怕 這個東西呢 以Lars來講 Lars是 喔還這麼久 還有五分鐘 Lars呢是開源工藝的 所以它其實它沒有錢 這個年會辦的深圳浩浩蕩蕩呢 欸 不好意思 還賺了五千多塊回來 一塊錢不出 還賺了五千多塊回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反正就是人家贊助嘛 就是辦活動 人家也贊助 然後設備 還準備了大概八萬多塊的東西 給大家抽獎 我們年會是有抽獎 有中期抽到可以帶回家的 還有一台那個機器人 Rambo可以帶回家 然後報名是不用錢的 然後我還可以賺五千多塊回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免會 那這就是剛才講的18場演講 這有喔有學術等級的 那個 侯老師有在 他還準備了 他在今天是那個 主持人對不對 他在我們那也是主持人 你看我們 裝得很像 對然後 還有政府部門專案報告 對然後媒體報導 對 這展望 展望還是稍微大一點 就是說 我們現在做到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們 還是會希望再突破 就是做Maker就這樣 你就希望突破一點 再進步一點 再進步一點 好那 我們是個臉書社群 我剛才一開始就講了 其實沒有結構沒有什麼 其實也幾乎沒有帳 沒有帳 沒有帳是因為從來沒有錢進來 沒有錢出去 我不知道怎麼管帳 那 今年是年會 因為 就莫名其妙要收人家錢了 所以我們要有帳 所以我現在的那個 存管的那個轉帳紀錄 大概有七八筆 只有七八筆 兩年只有七八筆而已 好那 我們要邁向組織化 然後最重要的是 這些資料是全世界非常有價值的資料 我們已經累積將近一年了 好那我們希望把價值做出來 好那我們做 要做多更多樣的感測 我們 那只會覺得我們只做空污的 其實不是 我們是做環境感測的 所以比方說水也很重要 然後 田間感測啊 農業感測這些都很重要 那 為什麼我們都不做 不是不做 是做不出來 是 這還沒做到這裡 好那 那我們在水感測這邊呢 其實也是經過年會 也是有一點進展 好在農業感測這邊 我們有一些 就是開放農業場域 好最近在Cost Club裡面 我們也有一個 一整個 整個下午的 下午 整個早上 整個早上的Session 好那在宜蘭也有農業場域 其實都有一些進展 好那 對 好這些我就不講了 反正就是 就是他的 他的一些細節 好資料的價值 還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希望 重點是說 你要把感測資料 跟個人健康 跟生活關係 這有關係 好你 你今天 比方說好了 你今天知道空氣很好 空氣很好 是一個好消息 所以你不需要反應 當他跟你說不好的時候怎麼辦 這個是個問題 好那你什麼時候知道他不好 等你已經吸了整個晚上 才發現說 其實昨天晚上不好 那你為什麼不 昨天晚上該空氣清洗機 該開你要開 那你會說那我怎麼知道要開 這就是做感測的人沒有把東西做好 你要提醒他嘛 你要提醒他說今天不好嘛 那像我們現在的那個就是官方的APP 他就給你一大堆提醒嘛 然後你就很討厭他 你就把他關掉嘛 所以他這種提醒就不行 你要很在地的跟他有關係的 最好提醒就是這樣嘛 你不需要提醒就不要提醒 提醒的時候就一定是提醒 這種他有用 對 那跟土地說 就是你 比方說為什麼做水趕車 做水趕車就是你要知道 現在水好不好 其實水也不太好 因為我也不是做 我是做工程師 我其實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有很多好朋友 很多好朋友在 對環境做努力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阿姨說 其實我們現在水很差 然後他就是希望 蠟汁在水這邊要有一些 有一些東西 我也很希望有一些東西 但是我就是做不出來嘛 對 因為很難做 因為水 水他你要擺在水裡 他 這殼沒關係嘛 這 對不對 又不用防水又不用幹嘛擺著 你把它擺在水裡看看 他就要防水啊 他就 他 你這裡可以傳 在水裡就不能傳 他問題很多 好 那 這很多啊 國際化 我們在國際化 我們在台灣 做得還不錯 其實在國際 其實是很 就是 以 以這個系統 或者這個社群阿 其實很強的 但是國際沒有人知道 好 我們在天生 國際化 就跟人家 就是很 就是比較吃虧 但是我們還是有在努力 所以我們在國際化 也會希望成為國際社群 好 那 批這麼多就可以講結論 你可以發現喔 我說過 蠟子在 我是創辦人嘛 其實我一毛錢都沒花 我一毛錢都沒出 因為我也不是什麼有錢人 那 以前雖然有20年工作經驗 其實我也沒賺到 好 那所以 我不太可能拿自己的錢出來 因為 做這種東西 我拿自己錢出來 我會把自己燒死 好 而且你這麼大的系統 我出多少錢 對他來講都是九牛一毛 所以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是一毛錢都沒出 好 那 那 大使沒有任何一個employee 就是沒有員工 沒有場域 所以其實他不花錢 他讓了兩年他都不花錢 這就是他為什麼沒有賬 好 那 但是 你可以看到他這些東西都是真的喔 他的系統是真的 他的設備是真的 他的 他的年會是真的 他的結果是真的 他對社會的貢獻都是真的 好 那 可是他又沒有錢投入 又沒有資源的投入 那他為什麼會發生 這件事 就叫做開放 整個那時候會成長 不是我很厲害 或者誰手夥伴很厲害 都其實那都 並不是這件的重點 重點在於 他是完完全全的開放精神 所有東西都是開放跟共享的 所有人都可以來參與 所有人都可以來貢獻 所有人都可以來賺到 他覺得他自己屬於他貢獻的那一部分 所以大家就是這樣子慢慢 一點一滴的 一點一滴的去灌溉這個東西 很多的系統 end 很多系統就是這樣慢慢一點一點伸出來的 那我想 既然今天這樣講 我也是要硬拗一下說 為什麼我今天站在這裡 就是開放是非常重要的 開放它能夠讓你資源最大化 而且讓你的東西變得非常efficient efficient的意思就是 比方說我講我這個演講好了 我這個演講我如果沒有錄影 沒有公開的播放 沒有什麼直播什麼的 我講100次還是這樣 但是我只要錄完影直播了之後呢 我一輩子都不用再講一次了 而對我來講我也很不希望再講一次 因為我省下來的時間 我去喝咖啡也比較適合啊 我想幹嘛一定要站在這裡講 這叫做efficient 開放它其實就是比較efficient 那已經end了 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我們下一位講者要邀請張佩琪 好辦設計共同創辦人 讓我們用掌聲歡迎張佩琪 大家好我是好辦的佩琪 那今天我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在台中市的舊城區 如何從一間老房子 到一座舊城的社群力量 那因為我今天其實也 盡量跟今天的這個論壇主題 需要有一點連結 所以大家有多準備一些 特地為這個論壇所想要談的內容 那首先我想問一下 有多少人是台中人 大部分都是 好 那其實大家可能對舊城區 有點了解 所以我把今天的主題 想要談的分成四個關鍵字 第一個是台中舊城的入口網站 第二個是共同工作空間 第三個是如何營造社群 最後是回到台中舊城的舊城創生 那首先為了先跟這個論壇 稍微沾上一點邊 那這個形容是很多朋友都會稱 好辦是像是台中舊城的入口網站 可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其實反而也看到了 這個舊城它其實是一個社會創新培養名 那怎麼說呢 台中舊舊城區在火車站的周邊 那它在過去 在日治時期甚至是第一個規劃的城市的規劃 它有齊帆撞的街道 然後位於交通樞紐鎮商中心 可是到了現在 它也是我們那時候爸媽那一輩 常常來遊玩啊消費的地方 可是在我跟我的夥伴家園五年前 畢業後回到台中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家對這個舊市區的形容 或是印象都是比較負面的 例如說可能覺得這邊產業落落 文化失傳 然後很多的廢墟 甚至有全台第一的鬼屋 那這邊的生態破壞 綠川很像臭水溝 或是有很多的東亞的移工在地廣場 不敢靠近 然後感覺自然不太好 有點髒亂 所以年輕人可能不會再想要回來這個地方 或是對這個地方是沒有任何的印象的 那那個時候我跟我的夥伴經歷了大概半年的時間 做了一系列的天野調查 然後跟產業的研究 我們發現其實很多 這個地方看起來應該是社會的議題 可是它其實可以用另外一種角度 變成是資產 所以我們發現其實在這個舊城區 它有很豐富的包括歷史文化 有很多的職人跟老店的手藝 然後有很多的空間代表說 它是等待被活化有很多可能性在這邊 那它有綠川跟柳川的河川的流金 那第一廣場有非常多東南亞的文化 小吃跟移工的聚集 甚至變為他們生活的新的場所 那所以我們甚至也在想說 這邊有沒有可能變成很多年輕人 回來創業或回來做一些事情的起點 那於是那個時候我跟我的夥伴家園兩個人 就決定租下了一間老房子 然後把這個老房子整收為一個共同工作空間 那進一步也在這三四年裡面 希望把一些能量匯聚到整個舊城區 所以當時左上角是我們剛回來 在整理這個空間的時候 看起來還蠻菜的一副學生一樣的照片 那這張照片是我們到後來整個團隊 規模發展到七個全職 那青色都是女生 然後全部都是台中人 所以其實我們簡單來說 我們的模式比較像是 先成立了一個共同工作空間 那希望這個空間 它可以匯聚很多年輕人的想法 可能不同專業背景的年輕人在這邊可以合作 或是共同有一些可能性 那再來怎麼樣把這個空間作為輻射點 把共同工作的模式 擴散到整個舊城區 讓它不是只是在這個實體空間發生 而是整個舊城區都是可以共同工作的範圍 所以接著我想要先從共同工作空間的經營開始談 共同工作空間應該近幾年來 也越來越多人知道這樣的概念 那在當時可能2013年時候 台中還幾乎算是沒有 主要還是在台北比較多 那這樣的工作空間 也是比較新型態的一個形式 它可能用日租或月租的方式 提供硬體的空間 硬體設備 包含工作桌位 網路插座 然後一些辦公的設備 也會有軟體的資源跟活動 那在這邊可能有來自不同背景的工作者們 他們可能會可以交流分享 然後共享他們彼此的工作的專場 那所以在空間上面 左邊是我們的一樓 它是比較舒適 有黃光有音樂 然後有廚房可以下廚 然後適合交流互動的 比較彈性的工作空間 那右邊的照片是二樓 它是以一張單張桌子為主的專心工作區域 所以可能比如說你用四千塊就可以租到一張工作桌 一個月的這樣的使用 那同時有榻榻米或是會議區可以讓大家 休息睡覺或是開會使用 那好辦其實空間的經營算是比較複合式的 就除了共同工作使用以外 我們也有做場地租借 所以這裡常常有各種的展覽 那像哲學星期五也之前在這邊做為句點 然後有辦各式各樣的社會議題的講座 那甚至還有很多工作坊 所以這樣的空間 它在這三四年來匯集了超過我們想像的各種的人才 比如說可能有藝術工作者文字的編輯 然後攝影師平面設計師工程師 甚至連里長也一度進駐到我們的空間 所以好辦空間一陣子也是里民的 就是里長辦公室很多里民會來這邊陳情 非常的有趣 那這裡所有的工作者他們都有三個特徵 一個是他們具有獨立工作的專業 那第二個是他們有開放探索的精神 然後最後是他們都是非常樂於交朋友的 所以接著看一段短短的影片 然後看看到底是怎麼樣的人在好辦這邊工作 好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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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險有字幕,大家可以看字幕 我希望跨越語言的漁界,有毛文化的差異 所以像這些都是平常的空間的樣貌 就是大家可能,大部分人是用電腦工作 然後當然也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做創作的 然後在一樓的空間就可以比較適合聊天 然後互相認識 然後甚至也可以帶寵物來一起工作 所以這邊常常有狗狗或毛毛的 然後也有一個,這個女生就他是做甜點研發的 所以他就在好辦的廚房工作 那二樓是比較專注的工作空間 所以會很安靜,就不太能聊天 但是有榻榻米區可以睡覺啊,翻滾 然後草皮區可以做一些比較親切的事情 那這我們的廚房也是我們的社交中心的核心 就是大家透過吃飯一起互相認識 那因為吃飯也是最簡單 你可以跟別人開始互動的一個門檻很低的活動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在好辦這樣的空間有很多不同背景的人 但是他們其實不只是具有某一個專業 他們反而更希望的是透過這個專業如何發揮一些社會影響力 所以這句話其實也是好辦當時成立這個空間的一個核心的精神 就是如何做自己喜歡的工作 然後並且讓工作是友善社會的 然後也間接的是讓來這邊的工作者 他們可能原本沒有設想是這樣的事情 可是他們會覺得看到其他人雖然做了自己的本業 可是他的本業可以多做一點 就可以對社會市有更多的貢獻 那這也是好辦一直在推動的 那在2013年成立到去年暫時結束的營運的這三年來 有好辦的團隊有七個人 然後陸陸續續總共有82個進駐的工作者 那有54名實習店長 那因為我們過去有兩年跟台東市經發局合作 在推動舊城區的青年創業 所以有25組的青年創業團隊 那各式各樣的活動累積了超過2萬的活動參加者 所以這個地方發生了非常多的有趣的事情 那我可以以一段話來總結 就是當人他這樣一一投注在一個局部的空間 然後以某種方式依附其上 空間就成了地方 所以總結來說 我們打造了一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它可能舒適 然後它讓人們想要來這邊 可能想要來這邊停留 想要來這邊跟別人互動 那進而有一群人開始產生一些合作的可能性 所以就形成了最後的社群 那所以第二個關鍵字我想談的是 這個社群如何營造 因為你不可能開了一個空間 然後人來就自動變成一個社群 這是很困難的 那怎麼樣透過實體結合網路的力量 創造出這個社群 就是接下來想要分享的 那首先我想要先解釋一下 為什麼社群是重要的 首先當然如果我們想要去解決一個比較複雜的議題 它可能很大 那你可能需要的是社群裡面有不同 可能不同專業背景的人可以彼此交流 做跨領域的合作 然後共同去推出一個比較具系統性的解決方案 那第二個是社群它其實可以讓資訊的共享是更方便的 例如說維基百科 那它可能也是讓資源的取得也是更方便的 例如說群眾募資 所以社群它可以讓改變發生的更快速 那因為現在是一個集體英雄的時代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需要成為一樣的人 也是因為這樣的不一樣 我們才能夠帶來更多的改變 那如何營造社群 我們歸納出了四個關鍵要素 分別是空間設計 社群經營者 事件催化劑跟實體加網路的搭配 那首先在空間設計 就是舒適有機 然後適度的留白 讓使用者可以依照需求來彈性共創 那舉一個空間的例子 這邊是我們的廚房跟天井 那我們在那個側牆 是用細酸蓋板 就保留細酸蓋板剛裝很好的樣子 沒有再做中間的補圖 然後最後上油漆 所以它保持了一個比較未完成的狀態 所以後來很多來這邊工作的可能創作者或設計師 他可以把他的作品展覽在上面 然後讓那個側牆形成更有趣的風景 那第二個是雖然同樣是做一個工作的空間 可是那個工作的使用 是我們要做更細膩的去切割 例如說一樓 它就是一個適合交流互動的公共空間 所以它會有黃光 它會有音樂 它會有廚房的咖啡廂等等 讓這個地方是對話是可以自然開啟的 因為可能台灣人還是比較害羞 所以你不能期待他們坐在一起就會開始講話 所以你要創造一個這樣的氛圍的營造 那可是其實很多人他工作的時候 他其實不太喜歡被打擾 他可能要專心忙案子 或是他暫時不想跟別人互動 所以在二樓的地方就是白光的設計 然後安靜 然後適合專注單張的工作桌 讓他也可以專注的好好完成工作 那第三個空間的設計的態度是 照顧一個空間要像對待一個人一樣 所以如果你把它當作一個人對待 你就會讓他保持可能明亮乾淨跟舒適 而且這不只是經營者的任務 而是所有的使用者都要有這樣的意識 那他可能舒服到讓隔壁的阿嬤都會想要帶孫女 來這邊聊聊天坐著休息 那第二個關鍵要素是社群的經營者 他有點像是粉絲業的小編 那我們稱呼他為媒人 他是一個社群賠力的促進者 所以他主要的任務有三個 第一個是建立這裡面的進駐者之間的信任關係 那再來他要怎麼樣去串聯所有在好辦裡面出沒的各式各樣的人 那並且可以提供一些客製化的推薦 例如說他知道某一個工程師他最近在忙一個網站的案子 他可能忙不過來需要介紹一些人手 他就可以幫他介紹說 這個設計師好像很適合跟你合作 那也許你們可以試看看討論看看 所以他就會透過各種的穿針引線 去讓這個社群裡面有火花發聲 那第三個呢是事件的催化劑 就除了剛剛空間的營造 然後跟一個媒人在裡面 同時你要放進很多催化劑在裡面 所以像是一起吃午餐 或是各種的議題活動 甚至晚上私下就來好辦唱歌 然後看電影等等 那甚至在回到家之後 也有一個比較休閒娛樂的社團 讓大家互相打屁聊天 傳遞資訊的這樣的社團 所以這幾個事件催化劑 其實有一些精神指標 例如第一個是他提供多人的入口 因為想像如果你是做一個共同工作空間 可能會覺得 那我應該是要有工作需求的工作者 我才可以去 可是好辦其實是提供很多種入口 不管你可以來這邊聽講座 你可以來這邊參加聚會 或是來這邊吃一頓飯都可以來 那第二個是歡迎各樣貌的族群 就是好辦他並不只是只有年輕人 或是只有工作者才可以來 而是像是可能李明也會來這個地方 或是附近的阿嬤也會來 或是像觀光客可能經過好辦 會很好奇探頭探腦 我們也會歡迎他們可以進來參觀看看 那第三個是創造低門檻的管道 像是我們的午餐共食的活動 它不是固定收100塊或200塊的入場費 而是有當天所有的參與者 共同去評分那個食材費 所以每個人可能評分下來 只要五六十塊就可以吃飯 那這個活動的一直保持著 是讓他大概每次都會有將近一半的人 是第一次接觸好辦的人會來參加這個共食活動 所以他們持續都有一些可以接觸到好辦的管道 好 那最後一個如何營造社群的關鍵要素 是實體搭配網路空間的結合 那也是想要呼應一下這個論壇的主題 所以我會先講實體空間 其實像剛剛前面講的這麼多共同工作空間 他提供的是多元的參與者 包含可能進駐的工作者 地方的青年 舊城的店家都可以在這邊 透過實體的活動跟事件 像是共同工作啊 事集等等 然後創造一個讓價值觀 興趣跟年齡角色的不同的族群 他們可以交流互動 甚至合作的實體場域 那網路平台作為輔助 包含可能在粉絲頁有兩萬的粉絲 然後或是活動的網站 讓這些實體的活動跟事件可以被曝光 然後並且邀請大家來參與這個真實的互動連結 那為什麼這樣的模式是重要的 我想要再回來講這個實體空間的重要性 那我把實體空間跟網路平台這兩個不同的場域 做了三個面向的分析 那第一個面向是時間的概念不一樣 例如你在網路平台上 你可能在Facebook上面讀到一篇很長的文章 你可能不一定要當下馬上讀 你可以有空的時候再讀 或是你可能在跟別人比站討論事情 你也不一定要當下回 你可以睡一覺再回覆 所以它那個時間的概念是很寬廣 很延伸的 可是在這個空間裡面你就會有一個 你一定要在 只有在這個時間點 才會在這邊聚集這樣的人才能產生這樣的交流 所以它時間概念是不一樣的 那第二個是實體空間 它可以創造一個突破同文層的機會 因為像現在可能在網路的社群平台上面 你看到的資訊或是資料 不管是你主動去篩選的或是被篩選的 所以它看到的東西其實是 還是在一個同文層裡面接觸到的範圍 可是實體空間它其實可以打破這個水平的邊界 舉一個例子來說 就是好辦之前辦了一個活動 帶大家到第一廣場去做一個東南亞的旅行 那之後第一廣場探險完之後回到好辦 我們邀請了一個東南亞小吃店的老闆娘 來教大家做越南菜 那在那個場合裡面所有的人就變成學生 然後小吃店的老闆娘變成老師 在教大家怎麼做道地的越南菜 那這個跨族群的互動可能就是實體空間 可以真正創造出來的一個可能性 那第三個是實體空間它可以創造跨世代的平台 那其實在網路世代來說 每一個世代之間可能有 因為不同的喜好或是不同的使用習慣 像是可能我們爸媽都是用Line 在傳遞資訊或溝通 那我們可能從大學開始是用Facebook 那可能再年輕一點大概就是用Instagram 那可是這樣子的跨世代用不同的媒介 其實也會產生一個gap 就是你可能在垂直層面來說 很難有跨世代之間的交流 那我舉一個實體空間的例子就是 這位是一位舊城區的成雕刻書的老師傅 那他以前做的是扁兒的產業 可是過去扁兒因為整個產業的衰退之後 他漸漸找不太到自己的價值在哪邊 那因此像這樣的活動 就是他在好辦去開一個木頭的湯匙的雕刻課 那來了非常多的年輕的設計師 來跟他學習雕刻的這個技藝 所以像這樣子的世代的傳承跟合作 就可能在這樣的實體空間裡面發生 好 那最後回到舊城的創生 稍微談一些青年的在地行動跟舊城區的事情 好辦除了幸運空間以外也做了各式各樣的事情 那我特別點出綠川市集來說 綠川市集是好辦圍造集人 然後邀請台中舊城區在地的社群團體們 一起去共同創造的一個在地的地方市集 那我一樣把它當作一個實體的場域 來分析它跟網路的平台的一些差異 那首先時間的概念也是不一樣的 例如說你可能綠川市集一年只會辦兩次 春天跟秋天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次逛完所有的攤位 你只能在一年中只有這兩天你可以來逛 所以它的那個消費的購物的體驗 是跟網路平台是很不一樣的 那第二個是它會有一些只有當天才會發生 像這樣的綠川環境互動劇場 所以表演藝術它其實也是你只有在那個當下才會發生 才能夠感受跟互動 那第二個是突破同文城的機會 綠川市集的攤位的規劃非常的有趣 分成四個主題 第一個是舊城的老店家 第二個是舊城的年輕創業家 第三個是舊城的社會一體組織 那最後才是台中的可能是首作或是生活產品的攤商 那我們在規劃上面大概比如說你可能逛三四攤 是比較吃吃喝喝或是首作產品類的攤位 那就會安插一個類似在談社會議題的組織 比如說它談的是關注台中的鐵道文化資產 或是它關注的是台中的河川的議題 或是東南亞的移工的議題 那原本你想像是很生硬或是大眾不會去 不會去這麼容易接觸到的社會議題 可是它放在市集裡面就變成是一個 人們可以互相溝通甚至進一步參與的一個可能 那最後是市集它可以創造一個跨世代的平台 例如說在這個我們有一場市集 我們召集了一批學生 然後跟選了幾個舊城的老店的店家 讓他們透過可能去訪談這個老店背後的產業的故事 跟它的現況 然後替老店設計出一個綠川市集的擺攤的模組 例如說像這個鋼筆店 鋼筆店老闆他很可愛 他第一次來擺攤的時候他把他的所有的鋼筆 就一字擺開擺在桌上也沒有鋪桌布 然後就這樣擺開 那那就是那時候大家就會不太確定要怎麼樣 去跟這樣的鋼筆的攤位互動 可是明明他有非常棒的材料可以做 所以那個時候學生們就共同跟老闆討論出來 設計了一個以書寫為主題的一個攤位 就是你有多久沒有用筆寫信給家人 那這個就是一個重新去設計他的那個老店的產品 可以用另外一種形式跟大眾互動 所以他就是一個跨世代可以合作的一個可能性 那最後呢現在的台中救成區 相比於可能四五年前我們剛來的時候 只有少數的團體在這邊 而現在有實機組包含可能是做老屋的再生 或是做公民的議題倡議或是做地方的文史調查 然後東亞的議題等等 各式各樣的團隊們在中區這邊擺花齊放 所以我們也常常覺得這個救成區 它好像是全台灣最創新的一平方公里 那我也很期待在這個論壇上 它其實有可能有一個目標 是要搭建台中學的入口網站 所以我也很期待這些社群做的不同事情 也可以用另外一個樣貌被呈現 那最後是好辦設計 就是我們在去年底 雖然結束了空間的營運 可是我們持續承租這棟老房子 然後把一樓分租給另外一個地方團體 好辦會在二樓作為辦公的空間 那我們希望用社會設計的方法 走進更多的地方 那歡迎大家可以在網路上搜尋 好辦設計的官方網站 然後也可以持續關注我們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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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next speaker would in the Mr. Kwan-Cheng Pan the Assistant Vice President of Fantasy Story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Mr. Pahn. 大家好,我是Panace微創文化的Peter,我姓潘。 今天就針對我們今天這個議題,來分享一下大概我們在台中,甚至是台中以外的城市,在做的一些公眾項目。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這張照片,因為以往我們放在台中的一些標的跟執行的計畫,這個空間是我們新的經營環境。 它是一個全日式的警察宿舍,是在台中以外的地方。 待會後面我們會針對這個空間,去帶入今天我們要講的議題。 首先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我們公司大概在做的事情。 我們以空間當成是一個媒介,去做回創新應用的一個開始。 我們公司大概六、七年前,2010年、2011年的時候,來到在台中這個地方落地生根,經營了草物道這個商圈。 在那之前其實七年前,其實草物道就還只是一個非常純粹的一個玉圓道的生活住宅空間而已。 它還沒有像現在這麼的熱鬧,這麼的翻轉。 我們那個時候以建築物為核心概念,去做了一些建築上面的設計跟計畫。 那目的當然是希望這些老的建築物能夠翻新,空間能夠得到火化。 那慢慢的慢慢的其實在陸陸續續到幾年下來,空間的使用上面,其實我們也遇到了非常多非常多有趣的發展。 那最後呢,我們以所謂的青年創業,或是所謂的微型創業這樣子的角度,讓我們的空間的使用者,就是被確定。 並且這些進駐的人、單位、數量其實一直在累積成長中。 那目前如果說以台中這個區域為範例的話,大概這些空間的使用者、進駐的對象,已經將近七八十個單位了。 那它形成了一個社群,而且是一個實體的聚落。 那下面這個呢,大致上是我們公司這幾年,每年都會去參加可能設定一個主題的獎項,然後想要去嘗試看看。 從這上面來看,它其實很多種項目。 從第一個2013年的文化部的創新服務獎。 那創新服務獎,創新服務到底是什麼? 那2013年的童年,我們還有一個是最佳設計服務平台獎。 那後面有幾個啊,可能都是跟育成以及空間規劃,甚至是到所謂的經濟部的這個破格而出。 他們好像關聯性都不太一樣。 那到底在做些什麼事情,我後面可以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2011年的時候從空間開始做起,我們剛剛提到我們在美村路一段117巷, 就在現在的琴美成品,旁邊的巷子裡面,規劃起了第一棟第一個建築物。 那到了2013年的時候,在中興一巷,就是綠原道向南走,靠近向上路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舊的自來水的宿舍群。 我們在那裡也規劃出了一個叫綠光計畫的區域, 然後一直到了2015年2016年,這時間我們在金明商圈,金明一街, 它有一個地下室的空間,我們也做了一個活化, 讓它我們將兒童戲劇的元素導入到場域裡面, 然後讓它形成了一個我們叫玩具島的新的營業項目。 這個大概是我們在台中周邊以西區範圍大概看到, 上面的建築物除了Hotel One還有這個琴美成品,新農工, 大致上這些環境基本上就是我們可能這幾年下來, 所經手整理,並且現在在做運營使用的環境和空間。 這個步行距離其實也是一個大概一平半公里這樣子的步行距離, 走路就差不多30分鐘,15分鐘到30分鐘以內都可以到的, 那這將近70幾個對象就在這個環境裡面去進駐, 並且去經營他們的營業模式, 甚至是他們的傳遞他們的生活價值。 首先這個是我們綠光計畫這裡, 台中綠光計畫這裡的一個實體照片, 這個園區60年前是一個自來水公司的宿舍, 那顯置在這裡將近20年的時間是沒有其他用途的, 那它甚至造成了這個商圈, 或者是在這座城市的一些比較負面上的困擾, 那我們就跟自來水公司把這個空間租下來, 那找了日本的設計團隊跟台灣的設計團隊一起合作, 然後將它打造成現在這個樣子, 那目前這個地方有20個品牌在裡面經營, 那最左邊美村路117, 美村路一段117像這裡, 就是我們最一開始計畫的空間範圍, 它目前現在裡面有五東建築物, 那我們去做經營整理的量, 改造的比例大概是25%左右, 那這裡呢, 我們也跟這裡原本的居民, 還有後面進來的這些創業家們, 一起在經營這條巷弄, 那模範社區其實也在旁邊, 模範社區這裡也有幾個空間也在這邊做經營, 除了台中以外呢, 我們其實現在在台灣其他的場域, 也有一些計畫, 那可能從最北邊, 在宜蘭的烏石港, 然後新竹的關係, 以及今年剛剛確定的一個新的環境在足東, 那當然就是台中嘛, 然後在雲林, 雲林的斗六, 我們有一個場域空間在經營, 那以及高雄, 高雄的美濃, 這幾個地方除了台中是在都市以外, 其他大致上都是比較屬於二線的鄉鎮, 甚至是三線的這種, 跟便宜的場域環境, 那在這些項目裡面, 我們究竟到這些地方去, 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旁邊這些基本上都是一些, 我們在這幾個空間經營的照片, 所以剛剛封面那張照片就是在斗六, 在斗六的這個雲中間, 這張圖基本上大概可以把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做一個比較簡單的描述, 我們從最下面的空間從人開始做起, 我們從活化空間這件事情進入那個場域空間, 當時在台中也是這樣子的, 那找到了適合空間使用的對象跟族群去使用這個場域環境, 並且形成了一個群聚的作用, 一個群體, 那這裡面呢, 我們又透過了這些人來這邊開店創業經營, 他們就會提到這三件事, 最主要他們如果說以單一產業來講的話, 是這一件事情, 他們個別都有自己的品牌, 以及想要做的事情在這個場域空間裡面呈現, 但是呢, 我們在過程中做了這一件事情, 就是育成跟陪伴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會針對可能我們大概三年前開始執行的一個所謂的育成計畫, 就是我們有跟文化部跟經濟部去合作了一個育成的規劃計畫來做執行我們的陪伴, 陪伴誰呢? 就是這一群對象們, 他或許是創業家, 他或許是社會觀察者, 社區觀察者, 那在這一個場域環境裡面, 這一個區域裡面, 你設定的那個場域裡面去做發展, 那這個就會, 剛剛我上一頁也提到, 我們到平昌區要做些什麼, 透過我們的陪伴去相對應找到一些資源去輔助, 甚至是克服, 那下一步呢, 就是我們希望跟他們能夠產生社區營造的機會跟可能, 他們來可能只是想要做, 舉個例子, 他可能只是一個開花店的老闆, 或者是他可能只是一個高點師傅, 那他來到這邊, 來到我們這個空間, 然後做了他擅長的這件事情, 透過這件事情的陪伴, 以及我們將地方的議題導入空間環境裡面去, 去創造可能可以共同經營的, 他們其實他們可以用原本他們的專長, 然後是可以複合到這個社區裡面去的, 那最後呢, 我們去建立起一個創意的生態系, 那這裡面有資源的整合, 這裡面有這些創作者們的能量, 以及需求的產生, 那由我們這個平台, 再去找到更多外部的合作項目跟資源, 那當然是希望達到上面的這些議題, 我們一起合作去做一些計畫空間, 比如說我們的玩具島, 我們玩具島就是跟的劇團, 還有跟我們聚落裡面的幾個插畫家一起合作, 所經營起來的項目, 那我們也希望將我們現在在實體空間所呈現出來的所有內容, 能夠全部翻轉到線上去, 那以及對一個城市的這種所謂的老舊城區, 甚至是顯置空間去做一些活化改造, 讓它形成一個地方特色, 形成觀光旅遊的景點, 然後也能夠去談到一些社會價值, 最終的目的是希望我們生活環境可以變得更好,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們針對這一些進駐者們, 在輔導上面, 合作上面的一些基礎流程, 我們從空間開始改造活化完成之後, 我們會進行照商, 所以在這個地方就有一個階段跟門檻, 那這個地方只要篩選通過之後呢, 下一步我們會做一個前預程, 那這個前預程其實很, 你要說它困難嗎?其實還好, 我們會針對他們所提出來的項目, 然後去做一些論述, 那這些論述呢, 它或許是透過外面的學者, 或是透過外面的專家, 或是透過我們自己, 可能這幾年所評估到的市場, 以及發展計畫, 那回到他要做的這件事情上面, 去做一個溝通, 那這件事情完成了之後呢, 其實就是進入到實體空間了, 他來到我們的環境, 不會只是純粹取得一個空間, 去經營他想要做的事情而已, 我們提到的是社區跟聚略的經營, 這件事情是共同的, 那這件事情經營下去, 可能一段時間, 後來就會有所謂的後預程, 後預程跟前預程最大的差異是在於說, 這件事情他做了沒, 他進來這邊開了店, 或許經過三個月, 或許經過半年, 或許經過一年, 他就會發現, 自己在做這件事情需要什麼, 需要什麼資源, 缺少什麼東西, 那從這裡面呢, 我們去做後預程的這個, 這個篩選, 他或許, 名牌做得很不錯, 很棒, 可是可能只是缺了行銷, 他可能更缺乏的是資金, 他可能更缺乏的是通路, 我們就可以針對這件事情, 去做客製化的解決, 將他的商業模式調整,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一定會有很多對象, 沒有辦法去負荷這個所謂的市場的改造跟改變, 就是被淘汰掉的, 這是一定有的, 那能夠通過, 可能在他們自己去適應這個市場環境之後的人, 我們其實就可以來合作, 去做一個其他, 可能更長遠的計畫, 合作牆牧, 好, 那無疑一個實際案例, 來跟各位分享, 這個空間在雲林斗六, 雲中街, 我們在前年的12月, 那跟雲林縣政府, 然後把這個空間給, 呃, 沉租了下來, 那這個空間呢,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日式井橋宿舍, 它是文化資產空間, 那當年呢, 聽文化局的同事們, 他們在反應的時候, 這個空間對地方居民來講, 是一個, 就是極欲想要把它給採除掉的空間, 因為旁邊有一個非常繁華的菜市場, 所以居民們需要有一個停車的空間, 那那個時候這個場域其實是荒廢的, 是不好的, 所以整個環境, 其實大家連同可能地方的里長在內, 都希望它把它變成一個大型的停車場, 那當然透過地方政府, 以及學校老師, 雲科大老師的努力, 空間得以保存, 可是保存之後呢, 要做什麼, 其實大家沒有想法, 那它在民國94年的時候, 被登入了歷史建物變文化資產, 它其實是台灣現在, 非常少量僅存的一個, 聚集的宿舍, 那當然, 那時候雲英政府找到我們, 跟我們討論, 我們其實考慮了非常久, 那去經營這樣的空間, 總要有一些項目跟議題, 我們在這裡呢, 是一個20年的計畫期, 那這裡面我們當然, 我們就去思考了一些, 可能可以在這個地方發生的議題, 斗六其實對雲林來講, 它是已經算是非常, 發展得非常不錯的都市了, 現在大家想到雲林就會想到, 胡偉, 斗六, 還有嗎? 骨坑, 還有嗎? 哪裡? 啊? 六七喔? 這個也是不錯, 沒錯, 其實就是這些東西, 但是,好, 所以, 以斗六的環境來講, 跟胡偉的狀況其實是一樣的, 我想到的那裡, 它就是, 中年的發展區, 就等於是, 如果我想到的台中市, 我會想到哪裡一樣, 所以那個地方, 對於地方的那個社群來講, 它是一個集中平台, 我們就希望在這裡做到幾件事情, 就是藝術公好啦, 社區農業啦, 所有影音發展啦, 以及旅遊在地規劃, 其實這些議題都很大, 都很大, 到底要怎麼做其實, 要去思考, 最重要的事情是, 青年的力量跟在地組織, 我們去活化那個空間, 畢竟我們是去標註下來的, 我們還是必須得給付一些基本的條件跟費用, 所以我們會用商業模式的考量, 去結合這一群人想要做的事情, 去發展出一條新的道路, 於是, 我們的空間, 我開始找了進駐對象, 這些進駐對象呢, 當時我們在做招商的時候, 整整照了一年, 只有五個空間而已, 一個空間頂多15坪, 只有五個空間, 我們找對象找了一年, 才找到我們覺得適合的, 第一個, 來自赤童, 大家知道赤童嗎? 產蒜頭的地方, 赤童的一個年輕人, 他常年在國外發展, 他是一個專業的dancer, 然後幫了非常多藝人去設計他們的舞蹈作品, 他回來這個地方想要做一件事情, 他想要把他當時學舞, 這種辛苦的環境給改善, 於是他來這邊開了一個咖啡廳, 第二個, 圓樂座, 老婆是賣療人, 然後先生是祖山人, 在台中創業, 有了三個餐廳品牌, 想要返鄉去, 但是他不知道要做什麼, 於是跟我們共同討論之後, 創造這個品牌, 星期六, 猴子會去哪裡? 抖溜, 所以呢, 他就用這個禮語, 設計了圓樂座的產品, 棒蛋糕, 用雲林的香蕉, 來入味, 伸展出棒蛋糕這個品牌, 創造出這個議題, 然後順便, 你在購買這個產品的同時, 你去關注到什麼? 關注到地方的農業問題, 這些交農門的交交出口問題, 台灣的農業發展問題, 他其實不會純粹只是在販售一套產品, 另外一個, 當然就是地方的公益, 媽媽的公監, 雲林幸福回心, 我們是跟高童第一應用科技大學合作, 他在台中一個計畫, 他在雲林總共有三年的計畫, 找了三十個創業家回來做空間, 我們在這裡是一個基地, 以及最後貝歐克尼, 他是林內的年輕人, 他在碩士生最後一年的時候, 來跟我談想要開店, 然後我們就來讓他開了乾燥化空間, 我時間不夠所以我講快一點, 這個基本上就是我們現在在空間裡面經營的內容, 這些人全部都是在地青年, 平均年紀在三十歲左右, 這個是那個咖啡品牌, 這個是我剛剛提到的那個圓肉作, 用台灣的香蕉入味做成了糕點, 叫做圓糕丸, 然後我們在105年的時候進場去做試作的, 這個品牌我們接下來會扶持, 希望他在台灣的各地, 用各地的食材來入味, 然後去創造出這個品牌的連結性跟價值性,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跟雲林第一應用科技大學合作的計畫, 就是三十個創業家, 那這些人進駐了以後, 我看到, 這些人原本都在外縣市, 他們想要回雲林, 不知道怎麼回去, 不知道回去可以幹嘛, 不知道回去有什麼資源可以運用, 於是我們去創造出這樣的平台, 找到這樣的平台呢, 我找到這樣的人回來, 至少他們有一個群聚的作用, 剛剛有提到幾個, 我們將這些能量給群聚起來, 它其實是有很多突破口可以去突破的, 將這些人群聚起來, 那下一步該怎麼辦, 創造社會的價值, 跟你的周邊的環境場域, 於是我們跟雲科大, 產生了非常密切的合作, 那雲科大的非常多系所老師, 不論是劉同希老師, 或是黃世輝老師, 這幾個老師在我們這個場域空間, 其實都有一些置入, 但有些是關於空間, 有些是關於歷史建物, 有些是關於社群的規劃合作, 那這邊我們就跟雲科大的同學們, 其實系統式的會固定每一段時間, 就會將學生們帶到社群裡面, 來去研究地方議題, 比如說我在斗六, 我在雲中街, 我在歷史建物裡面, 這群學生們就會用他們的一次性的專題, 甚至是一個學生的課程來這邊做研究, 最後由我們去學助產出, 他們所專長所專科所學習的內容, 這個大概就是這幾年他們所來參與所執行的一些成果, 有做了木製計畫, 有做了活動市集的, 甚至拍了地方的短片或合作, 還有開發出桌遊系統的, 拍了紀錄片的, 甚至是我們跟斗六的所謂就成區街角, 那斗六有一個老街, 然後我們去做了所謂街角不管的一個計畫合作, 那也跟地方的這些傳統產業, 開始產生連結, 這些基本上都是由地方協會, 發展協會組織, 然後學校, 還有像我們這樣的聚落, 合作共同經營起來的項目, 那當然我要去思考我的空間要怎麼讓更多人看到, 因為這些店家們需要有人流, 需要有金流, 而且我也需要我們空間的曝光度, 學生也開始開發了所謂的旅遊計畫的一套APP, 除此之外呢, 我們當然也談論一些地方議題, 而且我們對象年齡前設定的更低, 在這裡我們其實, 我們在斗六這裡也有一個跟哲務, 哲學信息無合作的場合空間, 那基本上他們全然發揮我們在後面去協力跟資源, 來談論地方的議題, 集結在地的青年, 去激盪在地的思考共鳴, 這個環境, 這個議題經營到現在一年的時間, 全部都是由斗六三所高中的高中生, 來參與的, 組織的, 我們談論什麼事情, 可能同這個所謂的斗六在地的社區議題, 就是斗六現在可以怎麼發展, 高中生來談, 然後當然還有公民老師一起, 地方教育, 雲林, 重要的環境議題, 空屋, 我們當然有時候會找一些專業的師資, 來做一個分享, 然後跟這些地方的居民們和學生們去互動共, 去激盪, 以及這種歷史空間保存了以後, 我相信這個議題啊, 這全台灣都有, 活化保存以後可以幹嘛, 要幹嘛, 能夠幹嘛, 比較不會有爭議, 那我們去聽聽這些居民們的聲音, 以及我們區域再造的問題, 透過這樣的活動一次一次一次, 每個禮拜半每個禮拜半, 去聽地方居民他們的心態, 那當然我們也開放了一些更開放性的活動, 我們就辦了這種所謂的空屋的議題電影院, 在我們的這個場域裡面, 以及我們來到這個空間之後, 斗六其實, 你要說他有名嘛, 也還好, 那你要說他不有名嘛, 好像有聽過, 至少有聽過星期六猴子去斗六, 可是裡面到底有什麼, 除了雲林人以外, 可能很少人會知道, 我們就來到這樣子的一線城市, 將這一群來自雲林各地方的人集結起來, 我們先整合了周邊, 有誰? 老街發展協會, 興起紀念館, 處置地方的這些活動們, 我們把它集合成一套系統, 我們這個組織叫做斗六街散步, 共同去發行文宣, 共同去發行活動內容, 然後定期的去討論, 怎麼去規劃社區的型態, 以及這些創業家們, 怎麼樣讓自己的品牌曝光, 甚至是達到這個所謂的商業型態的其他合作, 那下一步呢, 我們做了另外這一件事情, 回鄉的第一步, 雲林二十個鄉鎮, 你可能只知道我剛剛提到的湖偉, 可能還有北港啦, 大概知道六青就是賣療嘛, 我們在斗六在雲中街的這個場域空間, 這些人是從其他一線都市回來的, 回來之後, 如果你要他一口氣馬上就回去賣療開店, 或者是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你覺得成功機率高不高? 風險很大, 我不敢說不會成功, 像賣療那個口湖, 那個好蝦酒男生阿正, 阿正就做得很棒, 養蝦的, 就是超酷的, 那在賣療這裡也有一個五名儀, 就是在做賣療文化書獨立書店, 他在想要推廣賣療給大家看到, 他也做得很好, 可是他們都是少數, 很努力才存活下來的這種佼佼者, 於是我們希望將資源導入到了地方的其中一個, 比較值得甚至是能夠被看到的場域跟空間, 那透過我們可能在都市的這套系統, 以及建立起來這個能量, 去連結更多的資源, 他可能是來自於中央或是其他地方政府, 他可能是來自於其他基金會, 或是來自於其他的東西, 導入進來之後呢, 讓這些人回來有一個目標跟方向, 那嘗試完以後他可以怎麼樣, 他要到赤童去更快了, 他要到林內去更快, 他要到賣療去更快了, 甚至是他每天可以回家去思考, 我要怎麼樣把我們家的東西帶到那裡去, 那讓他形成一個互聯網絡平台, 那最後我們從生活的脈絡去經營, 然後從社會的角度去切入, 那由這些年輕人們來共創, 然後最希望達到的是, 希望讓, 真的讓台灣的每一個地方跟角落都能夠有地方的人, 來傳遞這些精神, 下次我聽到了雲林, 大家不會只想到劍湖山, 不會只想到六青, 或是不會只想到我要上阿里山, 來這邊休息一下, 這種聲音跟議題而已, 以上,謝謝。 Thank you, Mr. Pan. Our next speaker will be Mr. Zhong Lin Tsai. He's the co-founder of Freedom Man Art Department.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Mr. Tsai with our greatest applause. 我是自由人藝術公寓的共同創辦人, 我叫蔡宗林, 大家可以叫我David, 那剛剛其實聽完, 就是前幾位講者, 就是非常大的一個計畫, 那其實, 我待會會談一下我們的, 發展的一個歷程, 跟我們的理想跟概念, 那其實是從我們自己個人的, 一個小我的角度出發, 而去希望去影響整個, 整個產業或整個國家的, 那我先講一下我們, 整個自由人團隊的幾個keyword, 第一個是集合跟複合式的空間, 那這個空間待會會會談到更多, 那其實這個空間, 包含我們現在人所在的這個, 一個實體的空間, 還有一個抽箱概念上, 像是線上的一個空間, 再來是分享跟共享, 那也是跟今天的主題比較有關係, 再來是我們常做的事情, 是跨界的一個合創, 然後還有最近開始陸續的, 做一些育成的一個動作, 那這是自由人團隊的一個, 大概的組織架構圖, 我們自由人團隊的一些核心成員, 下面我們有一個藝術家工作室, 是一個非營利的一個組織, 然後藝術家工作室的下面是, 我們在2016年, 就開始的自由人藝術文資訊, 然後希望大家有看過, 那自由人藝術公寓, 在台中中有保佑附近, 然後最近去年底, 進駐的松菸沖的工廠, 是屬於一種, 像剛剛那個提到的, 就是Cowalking Space的概念, 再來最近在台北經營鬧空間, 是一個比較像是, 跟藝術公寓有點類似, 它是三層樓建築, 然後在三樓是一個展覽空間, 以及之前, 前年結束經營的, 四三五藝術家工作室, 那是因為我們在, 一二年經營自由人藝術公寓的時候, 被新北市政府, 可能就是, 覺得我們做得還不錯, 所以他委託我們來經營, 四三五藝術家工作室, 那吉人文化藝術在上海, 是我們, 因為其實陸陸續續, 我們的成員都有到上海, 到上海或到北京去發展, 所以我們最近也在上海開始, 準備了要成立一間公司, 做一些策展或是一些活動的舉辦, 那這是我們的發展年表, 06年開始是自由人畫會, 那其實這個畫會, 其實這概念非常簡單, 就是我們那時候還是大學生, 大概大一的時候開始, 我們就在想說如何讓我們自己更好, 所以我們會定期的聚會, 定期的一起出去畫畫, 去寫聲啊, 就是比較有理想性的一個小團隊, 然後我們會互相討論哪邊有展覽, 哪邊有比賽可以去參加, 那常常基於這種討論之下, 我們會發現原來資源跟資訊, 會集中在某些人或是某些單位的手上, 像我們這種非師大或是非北一這種一般的, 市院的體系的人, 比較不容易接觸到的資訊, 那我們就比較叛逆, 我們就想說好, 那我們就把這些能夠蒐集到的資訊, 全部都蒐集起來, 然後我們開放給所有人去知道, 讓我們大家去公平競爭的機會, 所以08年我們就弄了自由人一文資訊, 就是一個開放完全免費的一個平台, 讓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資訊, 再來09年自由人工作室, 主要是經營跨域的一個創作, 或者是像設計啊, 或者是像策展的一些接案, 然後也從09年開始, 我們陸陸續續會帶領我們台中的藝術家, 或者是整個台灣的藝術家, 到台北、台中、高雄, 甚至是到國際上去做參展, 開始陸陸續續有一些更大, 更實體的一些活動, 那其實實體活動做久, 會發現其實能量我們也累積了一段時間, 那在12年剛好也是一個契機吧, 因為世界末日要到了, 那我們就決定在12年的12月底, 我們就成立了自由人藝術公寓, 那我們就可以跟世界一起毀滅這樣, 那12年自由人藝術公寓, 我們租的是在靠近中央百貨那邊, 是一個五層樓的,可以說五層樓辦的建築物, 那其實當初就想要做一個比較不一樣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當初是12樓是展場, 那34樓是一個藝術家住村的一些空間, 那5樓我們是跟一個電影酒吧合作, 會做一個比較不一樣, 有時候會合作一些不一樣的一些, 音樂家藝術的一些展演, 那12樓主要是申請展, 就是不限任何類別, 只要你來申請, 然後可以付一些廠租, 你就可以來這邊做展覽, 那在展覽的同時, 或者是邀請藝術家來住村的同時, 我們會帶領他們出去做更多的一些, 一些合作, 比方說我們跟晴美成品有很多年的一些綠圈圈那個, 整個藝術季的一些合作, 所以我們會帶我們手上有的藝術家資源, 跟他們去合作, 讓藝術家就不只可以在藝術領域裡面創作, 他可以有發展更多更多的可能性這樣, 那13年是剛剛提到的435工作室, 在16年我們進駐了松煙創作者工廠, 那因為那個比較特別是, 那個是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去主導的一個working space, 那裡面其實有一些時尚的工作者啊, 服裝設計師啊, 還有一些工業產品, 或是一些品牌的代表進駐, 成為一個創作者的小聚落, 那我們的也比較特別, 我們是走視覺藝術跟策展, 所以我們的主辦單位希望我們的目標是能夠整合這些, 所有品牌的資源能夠讓我們可以去外面去辦更多畫面, 把所有台灣的資源可以帶出去這樣, 那17年就是鬧空間跟上海的吉人文化藝術, 那這個是自由人藝術公寓的樣貌, 12樓就大概像上面那張圖的樣子, 就是比較空的整個一個白盒子的空間, 那34樓是保留原本公寓的樣貌, 這其實跟好辦他們也有點像, 就是保留他們的樣貌之後, 我們在裡面的一些房間, 我們會做藝術家的駐村, 然後在空的地方, 我們會做讓他們可以自由的去創作, 然後這是三、四樓裡面的駐村空間, 我們之前是每一年固定會有, 上半年跟下面的固定會有兩檔, 國際藝術家的駐留, 所以包括瑞士啊, 義大利, 然後包括菲律賓, 越南都有藝術家曾經來過, 跟我們做一些交流跟互動, 那當然, 作為交換條件, 我們有時候也會跟對方的單位談說, 那我們台灣的藝術家是不是也可以讓他們到你們的空間駐留, 所以就形成一個比較良性的一個交流, 那這是之前世上文藝術家工作室的樣貌, 它其實是像左下圖那個, 就是一個舊的軍用的一個宿舍, 總共有三棟, 那其實裡面總共隔了九十間房間, 那當初我們就分了三期, 進駐了總共九十組的藝術家, 讓那邊變成台灣, 全台灣最大的藝術家的居落, 那也會定期的辦很多的, 像是藝術市集啊, 藝術展演活動啊, 或者是開放工作室, 讓藝術家可以有更多發展的空間, 以及就是被看到的可能性, 那這是最近進駐的鬧空間, 也是部分保留了公寓的一些原貌, 那這是空廠的樣子, 然後這個是在西門町附近, 也算是老城區, 我們最近也在想要怎麼樣, 可以活化這個, 呃, 離西門町有大概步行十分鐘以內的這個, 比較, 比較, 落寞的一個區域, 看要怎麼樣去進行跟活化跟改造, 然後在做自由人的同時, 我們也會積極的對外去做很多活動, 比如說是一些國際的參展啊, 音樂表演跟英文活動, 呃, 因為, 以我們自己角度來講, 我們自己以前都是藝術家, 那其實藝術家通常他, 會遇到一個問題是, 他自己創作, 創作完之後, 不知道要讓誰去看到他的作品, 或者是說, 他不知道如何去發展自己的, 的,的, 就是一些藝術的生涯規劃, 所以就由我們來做, 像剛剛說的媒婆角色, 讓我們去媒合其他的單位, 或者是由我們來舉辦一些活動, 讓他們能夠更, 更, 更有力的去發揮他的專場, 跟他的特色, 那當然也包括商業性的, 就是我們去參加, 帶他們去參加藝術博覽會, 這種比較, 比較, 直接面向市場的一些活動, 那再來提到的是, 跟今天比較切身相關的是, 呃, 自由人一文資訊, 就是06年我們創的, 那他就是, 當然就是一個共享的一個概念, 他完全免費, 那也不限任何的資料跟類別來源, 我們會廣泛的刊登, 就是只要, 在一開始是, 只要你能夠, 鼓勵大家email給我們, 我們就會幫你刊登你的資訊, 那當然是完全免費的, 那當然這個成本也不高啦, 所以, 就, 我們就是一直陸陸續的做到, 現在也做了超過十年了, 那我們裡面總共集合了, 超過二十種的文章分類, 然後數百項的一文資源連結, 跟藝文資源, 希望能夠做到全方位的藝文平台, 主要來是講的剛剛那個, 有效整合的概念, 那我們不用再像我們以前, 很辛苦的是, 比如說我們要, 上師大的網站去找, 最新的一些, 哪一個政府在辦哪一些比賽, 或者是哪一個單位在徵人, 我們要連到個別的網站上去找, 各別的一些資訊,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種有效的整合, 能夠快速加速整個的發展, 那我這邊也是, 為自由人藝術資訊下一個很小的結論, 就是, 下面這個, 其實這整個的建制過程, 是我們的自我成長的一個過程, 那後來慢慢我們希望演變成一個, 整個產業或整個國家的一個, 共同提升的一個進程, 那就是一些簡單的一些數字, 我們是台灣第一個, 人人可以自由註冊的, 藝文資訊分享平台, 我們發展到的中後期之後, 我們會讓大家自己在, 自由人藝文資訊上面, 建造自己的帳號密碼, 你可以登入之後, 你可以自己去發文, 然後再由我們來去管理, 雖然讓大家可以自己發文, 可是我們其實管理的成本增加, 因為其實有時候大家上傳的一些格式啊, 文字數啊會太多, 所以其實我們還在調整這個方向, 然後目前累積已經超過千萬人次, 然後平均至少二十個人在線上, 至少停留時間也還蠻久的, 那文章也超過一萬七千篇以上, 這是一些網站主要的內容, 包括當代藝術啊, 流行時尚啊, 還有重要的是像真才啊, 還有一些比賽爭戒的資訊, 包括住村的資訊, 包括住村的資訊, 這一些全部都會在我們的網站上可以看到, 那其實後來也有很多朋友會跟我講說, 他找工作也是因為看到了自由人上面的, 某某單位的真才資訊, 而去投那個履歷, 這樣子的分享跟一些貢獻也是我們, 就是算是成就感的來源, 那剛剛稍微提到了緣起, 緣起就是當初資訊, 就是網路還不太普及的時候, 我們的資源跟資訊的集中性, 就是我們想要急遇打破的部分, 再來是我們希望能夠建立分享的觀念, 就像我剛剛講, 我們必須要公平競爭, 而不是有少數人看到一些資訊, 而被少數人拿走了少數的資源, 那當然這個跟一點叛逆精神可能有點關係, 再來是我們希望打破自由體制, 建立分享的觀念, 這其實是相對的, 接下來是因為網路的發達, 我們也希望把所有的一文資訊跟展覽紀錄, 能夠做一個數位化的保存, 讓這些東西能夠繼續的留存在這個世界上, 來分享, 我們希望做一個中介的平台, 我們用闖造, 闖這個字就是有點去打破, 去衝撞這個體制, 我們希望是闖造一種集結, 一種什麼樣的集結呢, 就是去除分散化, 然後可以更增加整個世界運轉的效能, 然後當然也是有感覺到資料庫建立的一個重要性, 訊息跟延結這些, 都是必須要很好好的去建立的, 再來是剛剛幾位講者有提到的一個群眾的力量, 我們希望創造這種集結, 能夠讓整個力量能夠極大化, 並且可以極大化到可以去影響整個政府, 因為其實政府的力量, 我們都知道政府的力量通常一直比民間的速度, 力量比較大, 但是它的速度一直都比不上民間的速度, 所以希望我們能夠帶起一點改變的可能性, 然後意識的凝結, 就像是社會雕塑一樣, 我們可以一起凝聚一個意識, 然後讓整體的台灣可以更好, 希望人人都可以去旅行, 那這是我們下一段的進程, 我們最近有在討論, 就是我們這個網路藝文資訊的共享平台, 我們可以提供怎麼樣的更好的一個服務, 因為像剛剛說的藝術家, 他不懂如何去行銷自己, 那其實很多藝文單位, 他可能不一定不知道怎麼行銷自己, 但是可能不知道在沒有資源的情況下, 怎麼樣能夠更有效的行銷自己,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透過線上跟線下整合, 能夠提供他們更好的一個網路跟線下的一些整合行銷跟加值服務, 那當然部分加值服務, 我們會考慮規劃收費的部分, 那就是線上跟線下的部分, 線上主要當然就是自由人藝文資訊, 然後包括各大的社群平台以及其他合作的網站, 以及自由人即將規劃推出的自由人的電子刊物, 雙月刊的狀態, 那線下的部分是比如說你的DM海報, 或者是一些你的實體的物件, 可以怎麼樣的去直接接觸到群眾, 就是透過放射的一些地點, 跟我們一些鋪的一些點, 包括我們會每一次有展訊, 我們就會寄給各大大專院校去做一些學生的一些拓展, 以上就是, 不只包括這些, 但是就是這些我們的想法可以讓整個藝術圈的一些訊息流通的更廣, 然後可以更直接這樣子, 然後以上是我的分享, 那待會再看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再做交互的討論, 那主要也是希望由我們自己的一點力量, 能夠去擴散影響到更多的人群, 然後可以去拓展這個共享的一個概念, 謝謝。 Thank you Mr. Tsai, and now we're going to start our youth forum, and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the moderator Audrey Ton back on stage, and all the panelists, Mr. Wu, Ms. Chang, Mr. Pan, and Mr. Tsai. 我們用掌聲再次歡迎我們這個論壇的主持人, 還有我們四位的與會貴賓上台, 參與這一次的討論。 好, 很高興可以回來, 我們這邊已經有十個問題了, 所以這個大家現場如果有想到什麼新的問題的話, 還是歡迎打在上面, 那或者如果剛好沒有帶手機, 或連不到網路的話, 那也可以就是我們會留一些舉手法問的時間, 在between問題的時候, 那所以我想我們就不耽擱了, 那前兩個都是都是母親問的, 他第一個問題是說, 請問幾位青年語談人與青年政委, 這個滿有意思, 因為我其實是數位政委啊, 那個青年政策是萬一老師, 但anyway, 他這裡應該是當形容詞用, 你們對於現在各式論壇開始關注青年議題, 所以都會安排一場青年論壇, 而這種安排你們覺得是不是相對而言是一種排除, 左括號而不是平均穿插在幾場不同的議題裡, 右括號, 安排一個相對安全如上一號文化小農, 下一號的位置, 主題定調在一些軟性的議題, 如果是論壇結構的上一號臨時動議時段, 下一號呢, 這個意思好像是說, 覺得說這場它的調性跟之前的前幾場, 這個可能比較不同, 然後他問這個各位參與者有沒有什麼看法, 有沒有想要發表什麼看法, 對於這樣子一種, 就不用就打開直接講, 其實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們一開始來都是說, 我們覺得這個setion是比較奇怪, 我覺得它基本上它是屬於一種開放跟跨域的整合, 你多找一些不同的主題進來這個setion, 其實不是一個壞事, 對,我自己本身就是, 比較像是做maker, 或者其實我不是很, 很知道這些所謂的公共議題或者是什麼, 那我只是表達我自己這邊的看法, 我覺得也許可能是, 可能是一個現象, 可是我覺得不會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例如說, 論壇它可能是各種溝通形式的一種管道, 但是青年如果要發生, 我覺得它有各種的方式可以去參與, 或是它甚至有它更好的管道可以, 有更好的影響力, 譬如說像數位論壇或什麼的, 所以我會覺得不一定是只能透過論壇, 當然我覺得也許論壇的社會上, 可以再思考一下也是, 也不錯, 但是我自己個人覺得還好, 就我的觀點其實, 以我們來講就是其實因為, 比較中生代或者說在前輩一點, 他們其實整個把持這個資源還蠻久的, 所以這可以說是一個現象, 就是說因為青年逐漸慢慢的長大, 那其實它越來的重要性越來越大, 那其實由青年來談這所有的一切, 我覺得是還蠻合理的, 算是一個不平的現象吧, 所以我覺得不算是一種排除, 對我自己來講,謝謝, 不好意思, 是我理解的有錯, 這個問題應該是要問說, 在這個系列裡面, 然後因為青年論壇, 青年議題是一個, 現在被關注的焦點, 於是在這裡面暗插一場, 青年論壇, 所以就是表示我沒有關注這件事情, 應該是要問這種問題吧, 我是覺得就還可以啦, 因為它不見得一定要構造在一個, 全系列討論青年的議題, 再來參與嘛, 那今天這個, 整個這一次論壇的系統, 可能是透過數位經濟, 或是透過什麼的, 其實它的核心概要不變, 那裡面其中一個青年論壇, 其實對我們來講, 就是多了一個發生的管道, 跟能夠來提供自己想法, 意見甚至參與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不會局限, 就是覺得這樣的形式不太OK, 謝謝。 從中整來講, 就是說雖然這個比較over the place, 但是它事實上是有一些火花的, 好像不是完全是軟性的議題, 或臨時動議的時段, 目前的下一個問題, 完全是問我, 那我為了不要耽誤到大家的時間, 我就非常快速的處理掉, 而且這有點作弊, 因為它一個問題問了三個, 第一個是說, 如何看待科技數位文化政策計劃之間, 整合調和的可能性為, 如本人論壇為本的台灣數位文化中心, 亞洲矽谷計劃, 以及文化部於7月提出將推的, 文化科技施政綱領, 那當然我們知道地方政府的計劃, 在亞洲鏈接矽谷裡面, 其實是有一個專門鏈接的, 叫做智慧化的示範場域, 就是所謂的智慧城市示範服務計劃, 但是也要了解到亞洲鏈接矽谷, 它本來就是一個以萬物聯網為主的, 一個經濟為主的, 就是去引進矽谷的人才啊, 資金啊,法規啊,這些東西, 所以如果不是萬物聯網相關的實證場域的話, 確實它比較是在文化科技實證綱領, 或者是在我們數位國家計劃來處理, 這是院裡面的分計劃的一個方法, 然後第二個是說, 台灣數位文化中心2023年落成前, 跟亞洲鏈接矽谷計劃有什麼樣的合作空間, 除了剛才講的實證場域之外, 如果在這裡面有任何部分覺得說, 矽谷的某一個團隊在做的調性跟這邊很符合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在矽谷有辦公室, 那我9月初也會去矽谷, 所以如果需要做任何connection, 或者是需要就是把誰找過來, 或把誰找過去的話, 我們這邊當然都很願意當這個亞洲跟矽谷中間那個點, 就是那個連結的部分。 那第三個是說, 提出文化科技綱領的文化部在今年度, 亞洲連結矽谷的計劃預算是零, 那這邊也是要講的是說, 因為這跟萬物聯網的經濟的規模, 其實真的比較沒有關係, 所以文化部我的理解它是在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方案, 那個比較奠基的方案裡面有大概37億元吧, 如果沒有算錯的話, 其實錢也不少。 所以這邊在講的是說, 數位國家它比較是一個跨部會的八年期的, 非常長的, 就是比較物本培圓的一個計劃, 那在上面會有很多應用性的5加2的產業相關的計劃, 那當然到了產業的話, 它的這個就是部會之間的分別就會比較重了, 就是大概從院的角度來回答。 好,那終於這個, 我們可以回到這個宇台人了。 林昌更, 老師問說, 這個前一場的對談中, 邱吉隆老師提到, 現有的主計跟審計制度, 例如KPI要求以及年度型計劃, 在查核點跟經費動製率的要求, 對地球科學的未來發展, 可能造成不良的影響。 那很抱歉, 我剛好不在, 所以其實我沒有很完全了解這個point, 但是這個point我想從兩個部分, 一個是我們從我們看KPI的這些人來看, 其實KPI確實它是比較適合在你已經知道它要做什麼的情況下做, 那如果你不太知道要做什麼的話, 我們一般在業界使用所謂的OKR管理, 但是OKR管理要現在導進就是院級計劃的所謂全生命周期管理, 其實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們現在採取的是一個折衷的方法, 就是我們還是在KPI, 但是在裡面不要寫一堆很無聊的量化指標, 而是就是把它分成是說你的value proposition, 就是你要做到怎麼樣的價值, 它的社會效益是怎麼樣, 哪些是直接的, 然後哪些是間接的, 然後就這樣, 所以就是除了價值主張直接間接效益之外, 其他別的那種完全是像以前open data, 每個部會要交出幾筆那種就再也不要寫, 因為那個完全沒有意義, 它也沒有聯繫到價值主張, 那我們在科技計劃這邊是透過所謂的就是, 首席評議專家的這個機制去下去幫每個部會去看, 但是文化的部分我其實不是很清楚, 他們是用什麼方式在精進這樣子的KPI, 好,這是從看KPI的角度來看, 但從fulfill KPI角度來看, 我也很好奇說, 如果這個各位魚團人有執行過計劃, 或者有協助過你們的參與者執行過計劃的話, 目前這樣子的KPI就是查核, 考核,核銷這些東西, 有沒有碰到一些你們覺得可以精進的部分, 甚至我們可以就是 improve 我算是蠻奇怪的, 我基本上在業界二十年, 我沒有遇到KPI, 我老闆信賴我, 所以從頭到尾都是自己搞, 然後所以搞LAS, 我們也從來沒有KPI, 然後所以KPI的東西我其實不是很懂, 對, 對, 我算是蠻幸福的一個人, 對, 剛剛聽到唐豐正偉說的, 那個就是從value precision, 到那些可能間接或直接下, 我覺得很, 就是有點開眼界, 因為的確我們可能, 如果是跟政府合作的標案的話, 它的確會列的很細, 就可以變成你要做幾件什麼東西, 什麼事情, 然後連經費的話, 也會去要求的很嚴格, 所以如果真的有可能是這種, 這種發展的話, 我覺得會很棒, 尤其在標案設計的過程, 它可以讓更多, 也許專業者都參與標案的設計, 因為標案設計, 就影響到後面的KPI的製定, 所以其實在最前期, 我覺得那個東西的設計, 是也許公部門可以跟更多的, 更開放的去討論說, 這個標案的設計, 到底怎麼樣設計會更好, 那如果就我們跟公部門合作的經驗來講, 其實, 以視覺藝術方面來講, 就是其實那個KPI看的地方, 還不是太重, 那主要是在審計跟申請補助方面, 我們會比較困擾一點, 因為畢竟比如說, 一個視覺藝術的單位, 可能就是兩個人到三個人, 那至少有1.5到兩個人以內, 就是一年要做到一到兩次, 這種申請補助這種非常繁瑣, 包括甚至你拿到補助之後, 你後面的一些審核, 或者是最後的一些提早檢案報告, 導致非常大的行政消耗, 所以我常常跟公部門提到說, 至少我們是不是可以學習, 像是新加坡, 或是像英國政府這樣, 有時候會有個兩到三年的計畫, 而不是像台灣法令的規定, 就是每次都一定要是, 每一年度為一個審計基準的一個方式, 現在其實蠻消耗的,謝謝。 我這邊也是蠻認同剛剛那個, 唐委員提到的概念喔, 那當然如果說就實際建議啦, 就是我們不太會寫計畫書, 所以寫計畫書的方式越簡單越好, 審核的方式, 當然我據我所知, 現在市政府這邊有一些團隊, 也在做這樣的改變, 就是不用再送厚厚的計畫書, 我們更多的考究是來自於, 可能這個執行團隊的實際的執行經驗, 甚至是他們實際所操作過的案例, 那當然以及最後面的所謂的, 畢竟是納稅人的錢, 如果說是計畫支持的話, 所以在審計方面, 畢竟事必會比較嚴格, 但是這個嚴格的時間, 我也會傾向剛剛像中林提到的審議審查的時間, 像我們有時候執行一些計畫, 可能時間,拿到的時間可以長, 可是就是基本上每年都還要, 都沒有每年年底要查核的項目, 然後年初要有年初, 針對該年計畫的推動, 然後中間有一個期中審核, 所以大概一整年時間都還寫計畫說, 就實際去落實的話, 機會會比較少一點, 我覺得這些程序或許可以把它, 時間再寬裕一點, 可能應該可以更好,謝謝。 對,確實, 就是其實新政府剛剛上來, 就是我們就是管考初的, 何萱南老師就已經有一個簡化管考, 簡化合銷的一個plan, 那在那個plan, 其實我發現說從他提出來, 到其他部會敢採用, 到地方政府, 然後再到這個計畫, 它其實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因為大家都, 尤其是主機的朋友們總覺得說, 我去年這個沒有問題的, 我今年照著做大概也沒有問題, 可是它確實是造成下游的一些困擾, 那這個我們會繼續去, 去精進加強, 我自己覺得這個還蠻重要的, 那當然也是說, 立法院或其他地方, 也要習慣說, 每次提四年或八年計畫, 這裡不是特別值, 特別預算, 但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就是中長城計畫, 未來會更清楚地把它論述出來, 這個真的是很重要, OK, 下一個問題是說, 看到有夥伴提到, 數位與開放精神要落實在文化政府的治理上, 會有非常多造成障礙, 這位朋友認為, 匿名的朋友認為, 事實上台灣的文化人創作者, 相較於哈巴等資通訊的社群, 其實願意開放共創共享的程度跟態度也相當低, 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去看CC素材庫, 比較少台灣的這個創作, 有時候台灣的什麼空拍影像好像還比較多, 可知, 想請問台上的大大門, 認為台灣如果要發展這個數位文化, 尤其在開放共創的這個部分, 政府跟民間各司其職, 各位覺得說, 針對這個文化人, 這個比較開放共創共享的這個程度, 有沒有什麼基礎工作或建設可以做的? 我覺得我們在做開放的時候, 其實開放它是一個, 基本上是一個信念, 它其實相當難突破的, 很多人他就是不開放, 那他, 尤其是像做生意的, 或者做, 他基本上, 開放他就沒有利潤, 那, 因為我不是, 我工程師底的, 我們做RD做20年, 所以其實我不是很了解文化這邊, 但是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 你覺得這是你的創作, 所以你得保留它, 可是在現在, 比較新經濟的型態跟這個的時候就是, 其實它開放, 有的時候你是沒有選擇的, 通常呢, 都是, 簡單說像我們做open source, 或怎麼樣就是, 或者在產業間, 基本上你是落後的人家, 你必須靠開放去追上人家, 那這是在自通訊產業裡面, 它這幾一二十年來, 它發展出來的現象, 你拼不過人家, 你就得開放, 這是在自通訊產業, 那我們得在某些地方, 你得搞清楚, 你到底是拼得過人家, 拼不過人家, 你拼不過, 你其實沒有選擇, 不是你要不要, 你已經是被人家壓著打的人了, 那以像我們做這些社群, 或者IoT, 這是一樣的, 你是被人家壓著打的, 你沒有選擇, 你只要開放, 那這個開放是很困難的東西啊, 你有這個信念, 當你真的去開放的時候, 它非常多的障礙就是, 因為, 其實以拉者身上來講, 就很明顯, 你當你要開放的東西, 越有價值, 你就心就會揪一下, 就是你得捨嘛, 你得不賺, 你就得揪一下, 那你一直成長的時候, 你都一直在糾結這件事情, 它有非常多的困難, 但是, 基本上開放是一個信念, 那最重要是說, 你做了開放, 其實, 某種在, 在以大家的, 就是共同的利益來講, 它是比較有效率的, 而且你基本上會, 會減到比較多, 那以我們如果說像, 我們以前寫很多程式或者幹嘛, 就是, 你寫的程式自己覺得很了不起, 其實基本上它是垃圾, 它大概也沒有什麼用, 那你把它開放之後, 其實它反而是一個, 比較有效率的做法, 那我不知道文化人, 他能不能接受這件事, 我是很清楚知道, 我以前寫了, 寫過多少垃圾, 對, 那下一個問題,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目前, 這個, 請問, 以文化內容工作者為主的, 空間盈域跟地緣關係, 我們這邊今天聽到了很多, 對應到現在, 尤其是以物聯網政策為主的, 政府試圖推的數位化政策, 有什麼可為的方向,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 今天panel的組成非常有意思, 因為我們提到, 這個民生公共物聯網, 第一個提到就是, 空氣品質觀測, 所以, 就是, 就是物聯網的朋友們, 但是這個東西, 它就在地的社群來講, 它是不是能夠成為一個, 在地社群, 就是聚在一起, 我們叫social object, 就是說大家一起, 湊在一起, 然後來做些事情, 然後一起反過來講, 就是在進行這種工床的過程裡面, 剛剛已經其實有聽到, 就是有線上的平台, 然後有一些溝通的方式, 那有沒有一些東西, 是可以更進一步的去把, 我不知道像aduino, 或者這一類的, 就是所謂的物聯網的東西, 結合到這樣子一個場域裡面, 讓場域本身也可以變成, 一個資訊的來源這樣, 想說什麼? 其實在現在比較是新的這些, 就是, 不管是物聯網, 或者是make movement, open hardware, 它其實帶來的一些, 就是一些新的方法, 那一些社群網路, 它都是一些新的方法, 那你會看比方說, Lars可以這樣走, 其實我們也是摸石頭過河的, 就是這些東西都是新的, 那我們都不知道怎麼用, 我們也不知道應該會變成怎麼樣, 但是我們很清楚這些東西來得很快, 而且呢, 它進步得很快, 它再過一兩年後之後, 它的進步又完全不一樣, 那可能是因為我們做軟體做這種, 就是跟科技走得比較久, 你知道這種東西的世代替換非常快, 我不知道在文化上是怎樣, 但是在我們做資訊上, 它替換非常快, 那其實我們已經養成一種習慣, 是我根本沒有選擇, 我們得跟上去, 因為你如果不跟上去, 你就是落後的那一個, 你就是被打的那一個, 這在自動訊裡面, 它一直都是這樣, 我們已經養成了這種習慣, 比方說, 我們新的程式語言, 或者新的這些物言網技術, 或者是什麼樣, 它非常快, 一下子它就新的, 你馬上就被淘汰了, 那這些社群網路, 不管手機這些, 它全部都非常新, 那我只能說, 我不知道我們培養出來的直覺, 就是你得跟上, 那你得用新的方法, 找出你新的做事的方法, 找出新的社會運作的方法, 那把自己的進步走出來, 那你可能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可能就會過得好一點, 其實不知道, 也是沒有選擇。 其實這個問題, 跟前面幾個問題, 都有關聯性, 就是要開放, 那講不完一點, 就是我們, 由這些民間的單位, 跟政府部門之間, 到底要怎麼合作, 那民間單位又做得很棒, 就又怕被收割, 不夠開放, 那政府部門呢, 只有提供出來的東西, 或許不夠全面, 那能夠參與的角度, 跟人, 就是, 或許他的計畫, 也只是短期短程的, 那就會遇到那種可能, 就是可能會有虎頭社會啊, 這種狀況, 所以, 我覺得啦, 當然, 就是大家去思考官方平台, 政府部門這邊, 應該可以幫, 幫可能底下的, 各市民們, 或是各企業團體們, 去創造出更大的平台, 更大的市場, 但技術面的東西, 我們就先不考究, 就是說, 我們需要些什麼, 或許由政府的角色, 那去組織, 去找尋, 可能類似像今天這樣子, 或者是找到, 比如說, 就台中好了, 如果以所謂的數位文化來講的話, 已經, 在運營的, 在運作的, 或者是, 有一點成果跟成績的對象, 然後, 來實際去洽談說, 如果說以, 台中在地政府來講, 我們去, 有沒有辦法去創造出一個, 屬於台中在地政府的品牌, 那, 這個品牌, 或許不是掛著台中市政府, 還是什麼的, 它會掛著一個, 是一個地方的, 就是大家共同討論出來的, 一個議題的品牌, 那它需要有, 有, 有政府這邊可能一個, 一個角色, 或者是一個部門, 還是一個, 專案執行者, 然後來引導底下, 或許像我們, 或許像其他的單位, 的人, 我們平常就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 然後只不過我們可以把這個做好的事情, 給匯整到, 這個所謂的地方的更大的品牌上面來, 那可能它的能量就可以, 過得更大, 當然更高層的技術面問題, 比如說, 我們要怎麼樣讓這個品牌, 變得更過激化, 怎麼樣跟更大的品牌去抗爭競爭, 這個應該就是另外一個議題了。 好, 那所以, 聽起來其實就是說, 因為其實, 各位語團人都是組織者, 所以其實, 包含就是怎麼樣, 讓被組織的朋友們, 能夠透過這個數位平台有能見度, 那政府呢, 怎麼樣讓所有這些數位平台, 可能彼此不需要, 這個互相預先知道, 就可以彼此discover, 就是彼此, 看到彼此, 我覺得這個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那下一個問題其實, 也很, 也跟這個很相關, 有一位叫做不再是青年的朋友, 表示以前是青年的朋友, 說, 是否各級政府, 可以實驗性地, 就所有政策與其成果, 提出交由, 全國35歲以下的年輕人, 往後多選, 又往後點擊回饋意見, 能否有系統的看出, 哪些政策讓青年有感, 以及如何有感, 這其實是很有意思, 我們在院級, 我們把所有越列管的重大計劃, 都在join這個平台, join.gov.tw, 把它放在一個叫做, 來監督的這一區區, 但是呢, 其實我們就發現說, 來看的人很多, 可是會願意來評分, 或願意留言的呢, 真的沒有很多, 那我覺得是因為, 就是全國性的計劃, 它真的比較難進入這個想像,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說, 台中市局來說, 都發局, 就有一個台中市都市發展願景, 展望未來的那個網站, 那就做得非常好, 因為它把互相, 這個看起來不一定, 在腦裡可以有想像的政策, 先有一個整體的想像, 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台中接下來要變成怎麼樣, 然後我們這些政策是怎麼樣, 銜接到這個裡面去, 但在這裡面呢, 其實反而好像看起來也沒有, 可以點擊回饋意見的地方, 雖然可以就是填一個, 類似市場信箱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 我當然會覺得說, 像join平台這樣子的技術, 我們很願意跟地方政府合作, 不過我想更把它擴大的來講, 就是說, 各位在就是組織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碰到說, 好比像說某些政策, 感覺上跟你們的工作相關, 但是卻覺得說, 好像沒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去碰到這個政策的執行, 或者操作的人, 或者是說進一步的對話, 跟他發表意見, 然後有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不管他是不是35歲的, 不知道會不會有幫助, 不知道有沒有人想說什麼。 那我提一下, 因為最近其實我們常常跟文化部有所接觸, 那當我們在對文化部提意見的時候, 他們都會回答我們說, 那你們可以去, 他們現在有一個, 在全台灣跑的一個叫做全國文化會議, 對這個東西, 那它是一個類似公民論壇, 你可以上去, 你可以去做, 跟所有人去做討論, 但我們其實常常在想說, 討論可以, 那討論完了之後呢, 就是公民是否他真的有去, 去建立所有的會議紀錄, 那在會議紀錄建立完之後, 他們是否有去討論跟執行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常常跟他討論說, 我們上次有提這個, 怎麼都還沒有執行啊, 他說因為有困難, 或者是種種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討論是沒問題, 但是如果沒有後續, 我們也就是可能基層的民眾, 也不會想要繼續認真的討論, 這樣,謝謝。 這個問題我可以用, 比較商業性的角度來思考嗎, 問題是, 交由全國35歲以下的年輕人, 多選, 點擊, 回歸意見, 然後並且去系統進行的看出, 這些政策對信念的, 有感, 所以, 就很常見, 之前我們的問題, 我們底下的創業家們, 或是底下的, 這些所謂的新創單位, 大部分都會, 就是反應說, 不知道資源在哪裡, 找不到資源, 可是呢, 當我們回到了上頭端, 你就會發現, 上頭端的人說, 我們都有資源, 每年都有資源, 甚至是消化不完, 就是趕快來申請, 趕快來怎樣怎樣, 問題是, 兩邊接不上頭, 你在哪裡, 各自看不到, 中間各著一層沙, 所以我覺得, 這個東西如果說, 用我們職業商業行程, 那就來談, 這個政策既然是對年輕人, 他的TA是年輕人, 那我們的做法, 行銷方式, 他在宣傳的方式, 甚至是在他設計, 呈現的版面上面, 就應該, 可能比較貼近年輕人, 能夠接受, 最近, 最近這一個禮拜, 最常看到的, 可能關於政府部門, 在推廣公眾事務, 然後, 能夠有感的, 可能像我們, 對於這樣的議題, 本身就該關注,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不能夠列入, 這一群族群裡面, 應該是給那些, 平常不會接觸的人, 全國35歲以下年輕, 有多少人啊, 那最近我們看到, 最直接的那種行銷新聞, 大概是, 世大運, 就, 那個嘛, 柯P最近找了一些, 有趣的團隊, 幫他拍了幾部有趣的影片, 然後, 在宣傳世大運的活動, 其實, 可能在沒有這些事情之前, 我可能對於世大運, 本身對運動, 也不是這麼熱愛關切的人, 我也不會知道這件事情, 可是透過那幾支, 那幾支有趣的影片, 就是, 有趣還要很重要, 要拍的有內容, 所以你感覺到說, 欸, 這個東西好像, 還蠻值得去看的, 你就會有反應, 所以就是, 針對你的DA, 是誰去設定, 該給他們什麼東西, 對, 確實就是說, 我們開放政府, 當然大家都講透明參與, 但剛才其實, 有點出一個就是說, 雖然看起來, 有很多透明或參與的管道, 可是如果大家, 提出的意見, 沒有像我們, 眾議平台至少說, 60天之內, 會回來告訴你說, 你的意見最後變成什麼, 那或者是像, 我們現在在做, 設企的部分, 我會, 好像說, 固定巡迴, 可能每兩個月, 會回台中一次, 這樣子去, 告訴之前設計的夥伴說, 我們叫按字管考, 就是每個人提出, 每個建議的每一個字, 這兩個月之後, 變成什麼東西, 那如果, 沒有這樣子一種, 我們叫課責, 就是accountability的程序的話, 當然可能一次兩次之後, 大家就不想要參與了, 因為, 其實也不知道參與, 會跑到哪裡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account, 就是有一個課責的這個account, 我相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 這個在場的鐘, 好像快兩分鐘, 現在應該是剛好下午五點, 所以, 現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任何, 除了線上的問題之外, 現場我們可不可以, 有任何朋友想要舉手, 或者是, 實體發問的, 還是, 大家都有手機, 所以, 都在slido上問完了, 好, OK,來,請, 我不是要發問, 我就, comment剛剛一個, 一個, 朋友的問題, 聞到說那些, KPI, 對於, 這些文化創意, 事實上是一個, 不好的一個, 一個管理的方式, 然後甚至是一個傷害, 那其實, 這段時間其實我, 去年加入台中市, 然後, 真的在政府裡面工作, 比較, 比較就要認真思考, 過去在外面就一直罵就好了, 很容易就一直罵, 那還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也有機會跟, 文化部的這個, 的一些, 長官, 聊這個問題, 那我目前, 應該有, 我不曉得有沒有機會, 大概機會蠻高的, 仿效那個英國方式, 英國有一個, NASDA的那個, Foundation, 他的, 他的, 他的部分, 他的, 等於是他的那個, Funding的機制, 就, 本身就跳脫原本政府, 用那種KPI管考的方式, 然後, 找一群, 找, 有一群那個, review board, 來針對你的, 計畫, 他可以不用是, 現在很短, 都一年, 每年都要, 都要去, 去, 主計審計去看你的經費資金, 不是用比較長的年度, 然後, 用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面向的, 檢討, 可能就是剛才講, 是, 是你的那個, value proposition, 跟你, 達到成果是不是一樣, 我很期望, 中央, 會有這樣子的, 認真檢討這個問題, 是不是台灣也有一個, NASTA這樣的 foundation, 來幫助, 文化界, 這種, 創新的, 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OK, 評論一下, 對,謝謝, 我們確實, 現在在科技匯報, 就是熟悉評議專家, 正在試這個方式, 當然, 他可能要試到一個程度, 才會讓, 就是, 比較是文化, 或其它是公共建設, 或設法, 為主, 但是, 以我理解就是說, 不管是國發會的, 那個管考系統, 或科技辦的管考系統, 都已經看到說, 對於, 就是有創意的, 而且需要多年期的, 本來的這個年度, KPI管考, 它真的是有一個困難,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就是看, 各種各樣突破的方式, 應該在明年, 會有一個, 初步的, 我們挑一些旗艦型計畫, 先測測看, 那如果比較好的話, 那希望接下來的某些, 這個雜誌上面, 對於KPI的, 這個批評指教, 可以稍微有一些, 比較好的一些例子出來, 那等到這些例子出來之後, 我們再試著把它擴大, 那我自己個人是覺得說, 這是一定要走的方向啦, 不然, 大部分的創新, 很容易就是在年度的管考裡面, 就消磨掉了這樣, 好, 那我想我們時間到了, 就非常非常感謝各位語壇人, 然後也謝謝各位參與, 謝謝, 我們再一次掌聲, 先給我們台上的, 所有的講演者們, 感謝他們給我們帶來, 這樣精彩的論壇, 這樣精彩的論壇,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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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膜 ہیں